到了第二天早 嬌庭父女起床 自己背了背包 遲遍船家 就向前村走去了 大約走了半公里 只見到老婆 遷出一個小童 大約十歲 身心怨而汝辱 頭上梳了兩個雙丫角 那個時候是七八月 屬中天氣很熱 她身上就是穿了一身的青布短衣褲 這兩個人走近就迎賞前話了 你的兩位 是不是找我老師周旋的 你另答 我們還是來拜訪周先生的 你怎麼知道的 你是不是她的復童啊 那個小童聽了這番說話 就立刻拜見說了 師伯有所不知了 昨晚我老師回來 開心到整晚沒睡 說在烏花咀見到師伯和師姐 今早起床 因為昨天和人有約 不可以來迎接 就叫我在這裡和師伯引路 前面就是老師他老人家的蒙館 老師去了附約 不久就回來了 請師伯進去坐鎮 吃點早餐啦 李寧見這個小童 而表不凡 口齒凌尼就很喜歡了 一路言談 不知不覺 已經來到周旋家 雖然是竹尼茅寫 但也收拾得乾淨雅劫 小童又去裡面搬了三副碗塊 是 切了一大盤辣肉 和一碟血豆腐 一壺酒 請她父女上座 自己就在下面則身相陪 說了 師伯 請喝點酒啊 李寧要問她話的時候 她由她後面 拿出三碗醋湯麵 一盆泡菜 李寧見她小小年紀 招待人就非常欣賓 就很喜歡她啦 有趣的 是 羅莓 是 你 看 有